这个是IRS520 它是一个电晶体模组 那电晶体它在上面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叫做电晶体 IRS520 那电晶体模组它就是可以将直流的元件 比如说直流马达 像这种直流的元件 它可以做功率的控制 可以做功率的控制 那所以上面会有两排的端子 这个端子是用来锁电源跟输出元件的 然后这边一样会有三根线 那三根线一样是GND VCC跟Signal GVS 所以跟我们一般模组的使用的接线方式是一样的 VCC跟GND是提供模组供电的部分 然后这个Signal就是用来控制你的功率要多大的一个PWM的讯号 就是控制功率的一个讯号从Arduino那边接过来了 所以这三根线直接从Arduino那边接过来就可以 那至于上面这个接线呢 因为IRF520它是可以把直流电 把从这个来源进来的直流电 然后控制它的功率 经过电晶体的功率控制之后 然后从这里输出 那所以这个VIN跟GND这里就是要接外电 所谓的外电就是电磁盒 直流变压器进来的电 它可以接到24伏特 那这是它的外电进来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将家里的不用的电磁盒 或者是家里不要3C产品的变压器的电 通常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这边就是你要输出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要控制马达 你就要把马达两条线接在这边 那所以这边外接电的大小 其实你要看你的马达所需要的 这个电压的大小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你的马达的控制的电压 是到12伏特的话 那你这边呢 你的电压就要选择到12伏特 可以到12伏特的一个变压器 这是使用IRF520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IRF520 电晶体模组的使用 那它的接线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3PIN的讯号线 GVS 那所以我们一样把它使用杜邦线 GVS 咖啡色 把它接到Arduino板子上的第三支脚 356 90 11这六支脚可以控制PWM 数位模拟类比输出 所以我们一样接在第三支脚 那它的电源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的是外接电 外接电 那这个外接电呢可以是直流变压器 这一个直流变压器是从 那个3D比上面拆下来的 它是一个5伏特最高可以达到2安培的一个输出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你今天这个马达一颗动作 如果全力动作需要221安培的话 那这个2安培可以接到10颗马达 可以同时供应到10颗马达输出 那我们这个N20马达呢 它的容许的电压是3到6 如果它最高好像可以耐压到12伏特 所以你的电源呢 你拿那个3伏特以上到12伏特的 电压器的都可以使用 那包括电磁盒或者18650 18650一颗是3.7伏 两颗是7.4伏 它都可以直接锁在这边 直接锁在这边 所以你就把正极负极锁上去 正极锁在VIN 负极锁在GND 把它锁进去 那这个是输入电源的部分 那输出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跟 刚刚之前一样 就直接把马达的两条线 直接锁在V正跟V负 那因为那个马达没有直线 它就是如果你锁错边 它就是那个正转逆转颠倒而已 所以这边就不太care 哪一条线锁在哪里 那你这边必须要注意的是说 如果你的后面接的输出 这个模组 如果后面接的输出 会用到大于1安培的电流 那你这个电晶体后面 需要锁散热片 因为它会把多余的电 转成热量 从后面这个金属的部分 去做散热 那所以如果你的电流量太大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发烫 整个发烫 所以那时候就需要锁散热片 那这个小马达还好 只有最多200mAh 工作的时候 所以它是足够负荷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变压器插上电 把它插上电了 那所以等一下这个马达的电是从 是由变压器供电而来 而不是从Arduino上面的讯号而来 那所以这种方式呢 不管你接几颗马达 对Arduino来讲都不会当机 因为电它这边只负责供讯号 没有供电的部分 电的部分是从外面供应的 好这是接线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IRF520的电竞体模组的 这个层次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一样使用宇宙机器人的Transformer S2A 然后选你的板子 然后刚刚有烧录过就不用再烧录 一样开启Squatch3 按连线 然后连线之后呢 一样要把货重机器给导入进来 所以一样把S2Aplus较进来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接角是第三只脚 所以我们将数位脚位的第三只脚 把它做为PWM 那这边有一个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指的是像SG90那种 舵机 那舵机它是指定角度的那一种 那我们这边用的直流码达都是用 类比输出控制 PWM控制的 所以是采用这一个项目 那输出的设定的部分一样是使用 模拟类比输出 模拟类比输出PWM第三只脚 好一样再加上减率期 好那么这时候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实际的输出的部分 当我们设定PWM的输出值是0的时候 那这边一样是0到255 那所以255是全力输出 0就是没有输出 所以我们选择255 好那这时候你action的时候 马达会开始转动 那这个 这种转动方式会比那个L910S 要来的有利 因为它的电是从外部供应的 不是从Arduino上面供应的 所以你感觉 感觉起来电会比较充足 比较够力 那也会根据你的电压器的电压值不同 它的转的力量 速度也会不同 好那么这是全力输出的状态 那所以我们如果给一半的力量输出 那你再action一下 它就变慢了 那这时候一样是可以再降低输出 一样是可以调整速度的 这是64 1⁴力量的输出 还是可以降 这是32 力量的输出 好 所以这个是 IRF520电晶体模组在控制 外部输入的时候使用 PWM类比输出的方式 那它就是直接使用PWM的方式 跟之前L910S 它是用两只脚电位差 做控制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方式 那这是单一个channel 一个通道 只能接一个设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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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